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被标上了归属 工作日的时间是公司的 周末的时间是通勤的 孩子的家务的 你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的兴趣 喜欢做的是目标的实现 下班后开始新的一天的作者 刘寒冰 进入职场之前 他幻想的上班族生活是这样的 下班去锻炼 做些自我提升 最后以一杯啤酒 痛快地结束这一天 而他体验到的真实生活 却是另一番景象 每天紧张 辛苦地熬够八个小时才下班 经过一番通勤路 回到家 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 只想一动不动地躺着 夜晚闭上眼睛 刚刚睡着 就传来了一阵瑟尔的闹铃声 只好哭丧着起床 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这样的生活过久了 他感觉自己成了一台工作机器 白天再应付上班 晚上再准备应付明天的上班 出于现实的考量 他不能说辞职就辞职 于是便思考如何把下班后的时间 过得更轻松有意义 三年后 他的副业收入超过了做受益的本职工作 把下班后的时间 留给你真正想做的事 或许并不容易 但却一定会为工作机器的麻木生活 带来新的转机 一开始 柳寒冰下班后 会一个人到迷你卡拉OK 唱上几首歌再回家 虽然在旁人看来有些可笑 但对他来说 却是一天之中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度过的最宝贵的时光 令人惊讶的是 这么做之后 他的身体逐渐放松了下来 也开始有了 多做一点其他事的勇气 之后 他每天下班 都会顺路去书店逛逛 虽然只是花上15分钟 看看书和漂亮的文具就回家了 但也让他感觉 这一天过得充实了不少 从前 下班急匆匆吃完饭后 他就会头脑发昏 躺在床上开始刷手机 傻傻等待第二天的到来 现在则会利用这段时间 学习提升工作能力的 专栏内容或者是论文资料 下班后开始新的一天 把一天当成两天来过 就成了他的频繁日常 长久以来 人们习惯了工作日用来工作 休息日才属于自己的观念 工作成为人生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回过头来讲 工作以外的你 不是作为公司职员的你 作为个人的你 到底喜欢做什么 还具备哪些潜能 约翰·拉斯金说 人生不是试取 而是充实 我们不是在度过每一天 而是在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填满每一天 晚上的时间 是让人重获新生的礼物 你可以在工作赚钱之余 专注于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以此获得改变人生的机会 怎样才能找到下班后能做的事 书中给出了一个思考的角度 首先选择那些 能够让你稍微忙起来 但是心理压力比较小的事情 白天已经在工作岗位上 消耗了太多体力和心力 下班后本来就筋疲力尽 还要充分利用下班后的时光 做点什么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 如果晚饭后的事情 也让你觉得是工作 那它就会像加班一样 让你感到疲劳 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事情 是在身体疲惫的时候 也能让你两眼放光的 不管是看电影 还是逛书店 只要是喜欢的事情 都可以固定一个时间 坚持不懈地去做 不断积攒下来的素材 日后都有可能成为 创造收益的资源 其次 提前计算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如果不提前规划 很可能有一天 你会突然发现 自己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 收效却很少 让爱好变成了自己的负担 从而半途而废 最后 先试一试 不合适 就干脆放弃 副业是主业以外的生产事业 应该是一件 比主业更轻松的事 即使失败了 也没关系 所以需要多多尝试 不合适的话就换掉 不必给自己太大压力 作者曾经想做网红 但是发现 自己拍不出文艺风格的照片 不理解当下的网红审美 就放弃了 有试过学习舞蹈 但自己的肢体 比想象中更不协调 又放弃了 还开通过 讲书的视频账号 发现 自己喜欢的书 不是总能吸引别人 最终放弃 亲身去经历了 才会发现 自己真正热爱 并且有前置 去做的事情是什么 成年人的生活 充满了意外 安排好的计划 总是被打断 一项持续性的活动 一旦被打断之后 就很容易就此放弃 想放弃时 你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 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还能感受到开心吗 下班后要做的事 最重要的标准就是 这是不是能够让我开心的事情 因为开心而开始做某事 又因为不再开心而想要放弃 这是最顺理成章的逻辑 长期来说 做这件事能不能带来正面成果 有些事情虽然不那么快乐 但也值得坚持 比如运动 自我提升 虽然当下看来有些无趣 但是眼光放长远 却一定能给我们带来益处 这件事是不是只对别人有好处 如果一件事既没有乐趣 也没有益处 只是出于义务 那就更没有必要 为了满足于他人的期待 而坚持下去 经历管理中提到 我们觉得太忙 没有时间去寻找人生的意义 我们大多数人 梦游似地过完一生 大多数时候都在跟着感觉走 我们承担应付的责任 却很少问自己 是否可以做得更多 是时候停下来想一想 理想的我是什么样 现在的我 距离那样的自己又有多远 当理想的我在你心里 变得清晰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应该采取哪些行动 机会只眷顾有准备的人 如果你认为 现在做的事情是有希望的 那么只需坚持每天努力即可 不必那么在意结果 只要把时间花在自己的成长上 就是最值得的投资 成就自己也好 疼爱自己也好 那段专属的时间 只为了自己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晚安 亲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